据环球网1月21日报道 当地时间1月20日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举行拜登政府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刚一上台 普萨基开口就把拜登叫成了奥巴马 总统刚签署了 然后不可察觉的笑了一下 继续发表声明 当地时间1月20日上午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乔拜登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 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在庆祝美国就职典礼上 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 见证拜登成为美国新的领导人 并对他表达了最美好的祝愿 奥巴马表示 我们不仅要听取我们同意的人的意见 而且要听取我们不同意的人的意见 在我的就职典礼上 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就是布什总统向我 劳拉布什向米歇尔展示了优雅和慷慨 这提醒我们 我们之间可以有激烈的意见分歧 但要认识到彼此的共同性 而作为美国人 我们的共同之处远比我们不同之处要多 随后印度总理莫迪英国首相约翰逊 日本首相菅义伟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发推祝贺 而就在拜登上任第一天 就在椭圆办公室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 包括撤销美加拱心石XR输油管道项目许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对此回应称 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